中信兄弟與富邦漢將 金孔雙雄在旅行賽開始前 先在屏東工藝園區 熱身賽強行開戰 黃山君打擊狀況看來不賴 面對先發羊頭蘿莉 依舊能找到突破口 不只開賽就攻佔得點圈 靠著陳文傑打穿中間防線的安打補刀 兄弟1比0先持得點 尤其第二棒的吳東榮 本場更是打出小槍變大炮的氣勢 首打席是指二壘安打 到了三局下更是兇 一三雷有人不囉嗦 炸了一發左外野方向的三分炮 當作見面離 拉開筆數來到4個0 兄弟們火力很爭氣 先發的本土投手廖宜忠 表現一樣沒話說 面對漢將強打 林毅全 蔣志賢甚至是高國輝 都沒讓他們敲出安打 前三局是三上三下的優質演出 本場主投物局 僅僅丟掉一分而已 有效壓制對手 但是人稱諸葛洪中的洪玉中總教練 怎麼可能沒有作為 七局上開外掛啦 讓隨隊練球的張靖德 穿上二號球衣擔任指定打擊 面對鄭凱文完全沒在怕 抓第一球就打 直接送出右外野前蕾打牆 張靖德超出solo home run 帶著漢將追到2比4 難怪跑下場後連洪總都開心的給他打屁股鼓勵一下 火力是有回溫的跡象 但富邦牛棚卻震不住腳 八局下由陳明軒截起投球 受到猛向打線狙擊 去年春訓開始氣投從打的杜嘉明 要讓教練團看見自己 小白球往中間送 看著看著居然就這樣出去了 兩分打點全壘打成了大驚喜 也再次引爆兄弟的一波強攻 整整打了十個人次 單直於還冠六分 就此拉開差距 最終黃山軍在這場熱身賽的 監控大戰是以10比4擊敗富邦 在春訓練習賽目前三戰全勝 外地新聞綜合報導